他完全没有想到 一个十年前埋下来的定时炸弹 本来以为已经解除警报了 还会突然之间爆炸 可当时明明是汪子涵出面帮他摆平这件事的 怎么又会突然被人发现了呢 陈进百思不得其解 他不知道他所疑惑的问题 此时此刻也同样有人在问 你为什么会知道陈进有私生子的事情 张家红是好奇宝宝 又不怀好意的问陆衡 你以前跟陈进交往的时候 知道他已经是当妈的了吗 哪壶不开提哪壶 陆二拔了他一眼 没支声 桑莹对陆衡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圣堂 碰到陈进和一位余总在一起 记得 说了那个老色鬼余总 陆衡当然印象深刻 后来又有一次碰上 然后你就出现了 当时我跟你说过 我从看到陈进和余总在一起的时候 就找人去查他们了 结果我仅发现余总去内 还发现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陆二点点头 当时我问你什么事 你没说 这件事情 正是跟陈进有关 去查他的私家侦探很尽职 偷拍到了不少照片 里面起码有三份 是陈进跟一个小男孩在一起的 张扎红插嘴 就是那个私生子吗 是的 我觉得诧异就让人继续追查下去 不过从陈进身上已经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但是可以从那个小孩身上下手 这样就好找多了 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出不少东西来 张家红嘴嘴出声 哎哟 娱乐圈果然没有真正的白莲花 随便扯出一个都是一段黑历史啊 他感受到旁边洛尔少 看比飞盗的啄啄目光 联盟改口 当然 我姐例外 姐 你就是一朵 硕大无比的奇葩 和正面乖乖听完 全程没有插嘴 直到此时才问 那么多的狗仔队 整天盯着明星 难道之前一点都没发现 陈进有私生子的事情吗 他和翁子涵关系不错 厚着手眼通天 我估计 这事是他找人压下去的 但我又不怕得罪他 再说 还有你们的关系在 他也奈何不了我 张家红言语 事不关己高高挂己 这次报出来 翁子涵迟迟没有帮忙 估计是觉得不关他的事 不肯出此力了 何志敏还是不解 陈庆不好过 跟翁子涵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 我现在要打一个电话 陈庆现在心情很乱 一会儿想着这种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圈里 谁没闹出点绯闻丑闻的 世人都是健忘的 只要时间一过 还不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一会儿又想着 如果这件事情 被持续炒作下去 自己的演艺事业 估计都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早就习惯了万众瞩目的他 如何习惯得了 被公众冷落的日子呢 陈庆甚至想起以前 有个当红的艺人被血藏之后 立位遗落千丈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没有收入 游离于公众的事件之外 最后终于受不了 精神崩溃自杀 他沉浸 绝对不要过上那样的日子 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 是很容易胡思乱想的 沉浸也不例外 他现在就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 患得患失 打电话给经纪人 经纪人正在为他的事情奔走 已经是焦头烂额 打电话给余总 人家连电话都不接了 直接就关机 再打给汪子涵 却是他经纪人接的 说是汪子涵出去旅游了 要几天之后才回来 这些人 沉浸咬牙切齿 他早就知道 别看那些男人平日里甜言蜜语的 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 还有汪子涵 自己平日里对他是毕恭毕敬 客客气气 谁知道现在 竟然也躲着自己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 他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汪子涵跟他非亲非故 凭什么得帮他呀 圈子里大家没事凑在一起吃喝玩了 有事了就各顾各的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汪子涵当年帮他压下这件事情 那是举手之劳 现在却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臣妾 而让自己沾染上麻烦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臣妾当然理解不了了 如果现在有人看见他争吟的样子 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他已经几天没有出门 自己也懒得梳妆打扮 加上整天处于担心受怕的精神状态下 素颜憔悴不堪 早就没有了以前光彩照人 落落大方的模样 谁知道 厄运并没有结束 电话响起是经纪人的 他连忙接起来 就听到那边说道 真姐 我刚得到了消息 GY想跟我们取消广告合约 沉浸又惊又怒 GY合约是他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 世界顶级化妆品牌的亚洲代言人啊 一年的广告费可不是小数目 他们这是违约 经纪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他们说愿意付我约金 陈浸快气死了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帮我留住那份合约 经纪人为难道 这可不容易啊 听说他们已经在跟肖月言接洽了 有意让他成为新的代言人呢 话没说完 陈浸已经摔了电话 顺便还摔了自己手里 价值不菲的杯子 这个时候 电话又一次响起 他以为还是经纪人 想也不想就拿起电话 恶声恶气道 如果那个合约没有办法挽回 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陈浸 这个声音很轻柔 甚至可以弹得上是温柔 但是陈浸却声声地打了一个激励 桑 桑莹 陈浸冷笑 怎么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呢 桑莹的声音依旧很平和 不带半分烟火气 仿佛是在跟多年的老朋友叙旧 就算隔着话筒 还能感觉得出那份雍容气度 这是现代人无论如何也修炼不来的 换了几分钟前 在经纪人电话还没打过来的时候 心情烦躁的陈浸 可能想也不想就挂断电话了 但他现在不知道是出于一种 就算还有一个人跟我差不多惨的心理 还是觉得桑莹同病相连 对桑莹好像也没有以往那么厌恶了 陈浸响你一声 哼 如果你打电话过来 是想要奚落我 那就省省吧 我再怎么惨 也不像你 最起码 我名气比你大 过阵子 等大家都淡忘了这件事情 我很快又能复出 但是你就不一样了 周梦华现在没空理你 陆衡也有了新欢 你自己的事业又是一塌糊涂 人才两空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 我们又落进下室的意思 刚好相反 我今天是来帮你的 桑莹心平气和道 陈殿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陈浸微微皱起眉头 你知道这次你有私生子的事情 是谁散不出去的吗 谁 我 陈浸又是震惊又是愤怒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见不住开始破口大骂 滔滔不绝 把自己所能想到最恶毒的诅咒和骂人的话 全都用在了桑莹身上 桑莹也不以为意 仅有耐性的等他骂完 才说道 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吗 骂人也是很累的 半天之后 陈浸淇终于消灵下来 冷冷说道 我不想知道 话虽如此 却还是没有放下电话 是翁子涵 陈浸瞪大了眼睛 绝对不可能 这世上 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呢 翁子涵来找我 让我不要再去缠着周莫怀 你懂的 他虽然很有能耐 可我毕竟 是张家红正儿八经刃的干姐姐 跟港城张家关系不错 张家跟陆家又是诗交 而陆衡 虽然说外面有他的绯闻 可我现在与他还有联系 就冲着这些关系 翁子涵也得顾忌三分 不敢冲着我硬来 只能来找我谈判了 然后 就顺手把你给卖了 见电话那边一片沉寂 桑英微微一笑 续道 他知道 你总是跟我过不去 如果能让你从云端跌落下来 想必我是十分乐意的 要不是他的提醒 我也不会去查你的事情 从而知道 你还有个私生子 陈进不由的呼吸加重 拜这些年交往所赐 他是了解翁子涵的 那女人骨子里有个狠劲 他是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还记得以前 有个喜欢周莫怀的一线女星 被翁子涵知道了 暗地里找人胁迫了 在拍的艳照 破的那女星 不得不从犬子里边引退 或速出国嫁人 现在周莫怀对桑英 比对以往任何一个女人 都要上心在意 翁子涵当然坐不住了 虽然他从来就没弄懂 像翁子涵那样一个女人 怎么会喜欢上周莫怀 而且一喜欢就是那么多年 自己得不到她 也不让别的女人接近她 就算这样又如何 你不用想着要挑拨离间了 陈庆回过神 冷笑了一声 他知道桑英打了什么主意 难道 你觉得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就会去找汪子涵对质 跟他翻脸吗 你想差了 我这个人做事 向来不仅给自己 也会给别人留余地 既然我会来找你 也就意味着我能帮你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怎么办 帮我把GY的合约要回来吗 我不但可以帮你 把合约要回来 还可以保证过段时间 你又能红起来 说大话谁不会啊 张家红跟GY一直有合作关系 张夫人跟GY的亚太区总裁太太 也是不错的朋友 让她出面帮你说一下情并不难 相信GY会给张家这个面子的 原你以为几千万的广告合约飞了 现在眼看又有飞回来的希望 陈亲的心顿时又热了起来 我不信你的话 除非你现在就帮我把合约要回来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 一个足以让翁子涵 身败名利的天大秘密 可以 等你收到消息 再来找我也不迟 不过别忘了 我可以帮你要回合约 同样的 也可以再把合约要回去 结束通话 陈亲坐立不安 时不时的看时间 没有让他等太久 不过半小时左右 经纪人的电话就又打了过来 跟刚才胶着颓丧的语气截然不同 经纪人惊喜之中又带了点惊喜 陈姐 刚刚机外的人告诉我 说不打算终止我们的广告合约了 陈亲没想到效率竟然这么快 真的 经纪人又说 千真万确 这可太好了 你还能继续代言GY的话 那对平息最近的新闻也很有帮助的 毕竟GY那么大牌子都继续找你了 其他牌子更没有理由不跟我们合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